好的 大家好 我是小黄 由于我看到影片里面呢 很多人问我 如果没有星骸 可不可以换夜蓝 好 我马上实测给大家看看 我把星骸踢出去 换夜蓝进来 就是我的这个总门队伍 是破得到的哦 它只是效率不高而已 你配合行球 如果还有行球的话是 破的盾是很高几率的 配合九七人 一人打一点点 是破得到的 你看 如果夜蓝一个是比较难 你配合行球 然后九七人 是很轻松可以把它打下来的 好 就是这样了 然后要打败它就很容易了 因为它已经破了盾了 破了盾了过后呢 就轻轻松松了 那抗星已经没有掉了 是可以快过星骸的 因为夜蓝的伤害比较高 只要你一破盾 你就灌伤害而已 速度是快过星骸的 这样看下来 好了 影片就到这边吧 给大家看看而已 好 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多关注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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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